首先第一格先請大家看到 依依身上的這個 是不是看起來有變瘦的感覺 有修飾身材的效果耶 對啊 而且啊 其實我這一件是一個紅色的洋裝 紅色的聖誕節最應景的顏色了對不對 但是啊這一件洋裝你看就是 它的設計我個人會覺得說 紅色剪裁是 就是它算是比較基本款 但是它有很多貼系小設計 例如我這裡有一個腰封 就是在我腰的部分 有一些小皺褶 對 有小皺褶 要是如果你有些小腹 或者是如果腰真的不夠細 它可以偷偷的幫你遮蓋住這樣子 我知道 因為像這種斷面布啊 你知道如果吃太飽的話 很容易看起來肚子這裡就會這樣子 有一個骨一圈 對 這樣 就是一個平滑凸凸的看起來 欸 你今天吃得很飽喔 對 可是這一件啊 它又不會讓大家覺得說 就是 整個就是比較太成熟的感覺 因為它有一些小設計 是讓人家覺得有年輕感 譬如說它居然有口袋耶 禮服有口袋比較少見對不對 禮服有口袋 而且又是這種有質感的感覺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個要介紹給大家 就是價錢漂亮漂亮 但是有質感符合聖誕節主題的洋裝 這個洋裝大家覺得大概要多少錢呢 紅色小禮服看起來好高級喔 而且又穿在我身上有加分感 好像還好 這個 這個 覺得吐槽 沒有啦 我想應該至少要個一萬出頭吧 怎麼可能 有點太貴了啦 可是你一般去百貨公司買 其實差不多都要這樣啊 不會啊 現在有一些百貨公司 可能會打個折 可能就是 六七千 或者是 如果你真的很會挑很會挑 可能可以選到大概四五千 真的 就是你可能要挑很久 逛到腳塊斷掉那種 就很可憐 可是 可是我看Vivi大家他們這一期啊 就是她的主題就是 便宜又有質感的可愛服 這應該是大家的目標吧 一定要便宜 然後有質感 因為便宜的東西很容易看起來 就是粗糙粗糙的 對啊 千萬不能讓人家覺得說 你人漂漂亮亮 可是不會挑選東西 然後就穿了一個就是 就看到你的線頭 或是 剪材不夠好 質料不夠好的 就覺得你這個人好像不夠細心 不過講了這麼久 你這些衣服都 要多少錢 要公布答案了嗎 公布答案 我告訴你 不便宜的話 我當然把你推出去 一千塊 不用 九百塊不用 八百塊不用 七千塊不用 六百塊也不用 就大概六 五六百左右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五六百塊左右 可是剛剛被我這樣一喊 覺得好像在拍賣有沒有 對啊 大家不用打什麼 不過打什麼專線 我告訴你我不是在賣東西 對 我們這一些大分享 就給大家 我們就聖誕節的一些 那個小禮服 或者是一些小洋裝的裝扮 好了你不用一直在那個 沒有人覺得 有一個 沒有沒有沒有 不要誤會 其實我們兩個有投資 對對對 有投資 好不要再亂講了 好啦這件衣服其實是在 我在網路上面找到的 因為其實啊 有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網路上面東西他們 不是這麼的確定 因為也不是很敢買 因為你看光從螢幕上面照片來看 你可能不是很確定 它是不是你想要的 所以這時候真的要很精挑細血才行 對啊 所以我就真的是找 找片了很多的那種 就是我喜歡的一些網站或網頁 對其實我覺得他們家還不錯的就是 他們應該算是在某某搜尋引擎上面購物的一個中心 那所以是數一數二的賣家耶 嗯 那為什麼我會就是 常常會去這一家看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 他那一家啊 他是一對年輕的夫妻喔 我個人還蠻就是 是夫妻嗎 不是 男女朋友 你為什麼要自己幫人家公正結婚 就是因為他們兩個感情很好 還一起做生意啊 喔 就是你知道喔 每次我都覺得說那個 那個張老闆啊 你不覺得聽起來就是有年紀 張老闆 張老闆 其實他是一個 好像是大概 跟我們年紀差不多的一個小男生而已 啊 真的很誇張喔 聽起來好像是四五五十幾歲的阿伯 對 其實是小夥兒 跟他女朋友一起創業 可是我覺得比較難的是 因為我還蠻支持 像這種本土的一些年輕人 結果他們你知道 就是在網路上面 就是賣衣服賣到有店面了 喔 生意做很大就對了 對啊 這就錢A很多就對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聽得好羨慕 我們是不是應該也就是 以後來做的 A一下錢 我們兩個也可以來講 沒有不是錢A很多 是就人家會做生意 對啊 好的那你今天這一件啊 其實已經算讓大家大開眼界了 不過啊 像這一個 不要跟我說 它 不到兩千塊 它本來就不到兩千塊啊 它也不到一千塊 看起來好可愛喔 對啊 有小兔子的感覺 可是它不是真的拿小兔子的毛來喔 是 就是仿小兔毛 嗯 小兔毛 而且啊其實我覺得冬天一定要有一個 像這種毛毛的衣服 就是我們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不失華麗感覺 但是它可以讓大家有保暖感 喔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風天愛水 又怕老皮水 對就是我們 然後我們又愛漂亮又不希望冷到的話 其實就要 就可以配這種像毛毛的 那像我如果是穿小禮服配上去的話 就是還是不會 就是有煞風級的感覺 喔 感覺就 有點那種貴氣小公主的感覺耶 嗯 可是就是年輕人都流行這種毛毛的東西 可以來做搭配這樣子 如果天氣冷的話 要到戶外 對啊 有暖到嗎 很暖啊 當然暖啊 就是 其實有暖到的感覺 如果真的很怕冷笑很怕冷 我就一定會戴就是比較長的手套啦 也算是一個搭配 一個造型 這是我個人的收藏品 就是手套 嗯 就是可以自己搭 其實像這樣子 我覺得白色的小毛毛外套 應該是冬天每個人都一定要有一件的 對不對 因為這百搭款呢 可以用好幾年 就是你可以多買幾個基本款顏色 喔 所以便宜 打勾有符合 質感 仿兔毛的 打勾有符合 那可愛的感覺 打勾 耶 三項都符合 我們今天的主題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要請大家看到另外一件啊 是 它也是洋裝類的 嗯 因為我今年都不選比較洋裝類 因為我覺得洋裝類 穿到的場合是比較廣泛的 因為你知道就是錢要省的話 就是想要選一個就是各種場合都可以穿 所以我就會選 雖然它是洋裝類 但是它有點可愛感 你看像這件洋裝啊 它就是下擺有一些膨膨的感覺 有折子 然後它也有一點點腰身的設計 然後就是一件可愛的小洋裝 我們今天介紹的 並不是像昨天是比較就是華麗的小洋裝 是簡單就是剪裁的感覺 但是要有質感 其實它跟我想像不一樣耶 因為其實你知道有時候 你去那種五分譜買衣服 它可能就是材質比較延價一點點 它會就是那種指甲 它一有一點翹起來一勾就會勾到 勾起來勾起來 其實我覺得那種有的布料 它們你要仔細看 它們有可能就是拿那種就是裙子裡面的裏布 然後就是裙子裡面的裏布 不是都有點滑滑的嗎 它就拿來當作說是那個斷面亮面 可是它的其實還好它的有一點點像雞皮的感覺 對 說不出來的觸感很奇怪 可是那個在電腦螢幕上面其實看不出來 我也是拿到才覺得有一點點驚訝 這應該請教一下專家 我不知道這樣這種質料好特別 有點像雞皮 有點像絨布喔 有點像絨布 有點像雞皮 可是又不是 而且它是兩層的 它不是只有單單薄薄 它是兩層的 而且它裡面有碗 有碗 碗有怎樣嗎 你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有的人會在胸前放兩個碗 就是它裡面是有形狀的 有放兩個有形狀的碗在裡面 像我其實衣服身上這件也有 就是兩個碗 比如說我去買衣服啊 老闆都會跟我說 這個衣服裡面有碗呢 要加150喔 加150 加150 再5分譜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子剪掉碗 其實這一件算很便宜耶 就是我覺得 碗是本來就應該要在禮服要有的 我覺得加錢的話 要什麼的話我可能就比較不會想買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 就是可以挑選 仔細的挑選一下 可是因為有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網路上你看像我們也是買到才覺得說 哇它質感其實還蠻特別的 不是我想像中的那種質感 那其實我覺得 如果真的大家有這種疑慮的話 可以選擇那種有店面的網路購物的一個中心 對不對 就是有店面的一些 就賣家應該說是賣家啦 對就是有的賣家 它其實已經就是擴大到它有店面了 這時候你就可以去那邊先喬一喬 喬完哪幾件之後 你在網路上再買的話 就是可以用網路的價格 我覺得這是交給大家的小Payboard 不論是哪一家都一樣 網路價稅會比較便宜嗎 因為有很多的網路賣家 他都會覺得說 你可能看不到實際的東西 而且你要先付錢 有的人就覺得很不安心啊 所以這時候網路賣家 他們的價錢通常都會比一般的店面便宜 但是如果網路賣家他有開店 這時候你就可以先看完 再去下標 再去購買 這樣子的話 也算是一個好方法 對 交給大家 好的 那接下來換到我身上這一件了 有沒有可愛的感覺 因為你看我真的覺得我是頭上應該在別個蝴蝶姐 有沒有 很可愛 因為它的設計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也覺得有點像 就是假裝小女傭的衣服 就是很可愛 但其實又不是很日系風 而且它一定會有一些腰身的剪裁 跟下面有一些小荷葉邊 對啊 這個聽說好像也是他們自己設計的 真的喔 對啊 你看就是它前面有一些小小的小蕾絲邊 我是自己啦 就是愛妝保守 其實明明愛線 然後要愛妝保守 裡面又偷穿了一件衣服 冬天的話 大家也是可以在這種細節的洋裝裡面 再加一件長袖的深色或素色 譬如說黑色啊白色的那種洋裝在裡面 其實的衣服在裡面 這時候你的洋裝其實變成可以夏天穿 也可以冬天穿 對啊 有沒有秒殺的感覺 一眼看到就覺得哇 被殺到 有 馬上看到叮 而且還要擺那種就是明模那種pose有沒有 這樣會被討厭喔 會嗎 會啊 為什麼明模擺就不會被討厭 我們擺就會被討厭 可是要看場合啊 有的明模 因為人家就覺得說明模就應該要擺錯pose 要是明模這樣走在路上這樣 跟身分不符合啊 人家就覺得這樣身分 明模就一定要這樣 而且說一定要這樣子用 就是很不符合的人 你光是這樣 對 明模就得要這樣 沒辦法 他們搞不好也有說不出的苦衷啊 也對 好辛苦喔 對啊 看這件